陈水扁前总统公开喊话说 希望他正常吃饭保持体力 才能够接受未来的挑战 那么但是呢 在下一个进食的活动当中 那么陈水扁被宋医介护了 今天我们可以看到马总统呢 他并没有说话 他决定要保持沉默 媒体焦点都在陈前总统身上 马总统默默来上香 祈求国家风调雨顺 早日平静下来 自称是蒙角的孩子 总统年年都来 相亲面前总统坚持 只谈经济不谈其他 希望大家大发展 对吧 特别是希望各位 今天经济没经济 大家做会打招 在台湾本身的理由 我相信虽然有困难 但是台湾过去 也是有经过这种事情 经济上敢挂保证 没有过不去的难关 陈前总统过得了这一关吗 总统可不敢随便发表意见 提早来通通快闪 吵杂声中 不给任何问话机会 让陈前总统不要进食 多吃饭 总统苦劝一次之后 决定保持沉默 这些新闻往中民车微博 特别不得